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陈岳观点 我是陈岳 今天是2020年4月7日星期二 那工作日的时间 我在上海给大家问好 今天是中国大陆 这个小长假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那其实昨天还是在假期 那是因为亲民节的原因 我就有一些朋友 昨天从老家开车 有的回苏州 有的回乌西 有的回上海 那基本上呢 在路上都堵了很长时间 这也就从侧面说明呢 现在大陆的疫情呢 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那基本上呢 各个省之间呢 这个高速公路呀 也不像以前 都要什么登记呀 那被就是那种留信息呀 那担心呢 被确诊或怎么样 但现在呢 基本上都都开放了 跟因为我是前天 从老家开车回上海 那从南京 那基本上 因为前天是假期的第二天 所以没那么堵啊 那我回去的时候呢 堵了八个多小时 上海到南京 平时就三个多小时啊 最多是有休息机 服务区休息一下 差不多也就四个小时 肯定就到了 但是呢 我开了八个多小时啊 特别在苏州那一段 无息那一段特别堵啊 现在大陆的情况呢 在逐步的好转啊 那我们但是呢 在欧美的情况呀 西方啊 情况呢 变得越来越糟糕 特别美国已经有 一万人死亡 那这个二十 快二十五万人的 这个确诊情况啊 因为今天的数据 我还没有看到 那可能应该 可能已经超过 二十五万人的确诊病例啊 我们最近呢 看到了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啊 有大量的这个人员啊 军人被确诊出来 那这个事情呢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那特别是美国军方呢 他们自己也在提说 如果 就现在要求 美国军方的感染感染的 这个具体的确诊数据呢 不再公布 因为他们担心呢 说所谓的这个敌方啊 就是敌方呢 对他们进行一些袭击 几乎怎么样 那当然现在呢 是和平时期 他他他讲的敌方呢 因为比如说罗斯福号啊 被确诊了一两百位 他的舰长呢 被解职 那船员呢 全部下船 在这个下船之后呢 在医院里面进行隔离 那因此呢 罗斯福号 航空母舰的这个战斗群呢 那可能现在呢 是无法再胜任作战任务的啊 嗯 作为大陆的这个很多人啊 特别关心两岸的人呢 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问题呢 是不是心里面 晚上就会想一个疑问说 哎 那现在美军呢 这个海军 美国空军也已经是有很多人被感染啊 只是说呢 这个消息呢 不像罗斯福号这么受关注 而且呢 罗斯福号之后呢 美国军队的管理层呢 要求 所有的数据呢 不允许再往外进行汇报啊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很多人就说 哎 那这个时候呢 美国的军队呢 受到疫情的重创 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 中国大陆呢 是不是就可以一不做二不休 赶紧把台湾给统一了 对吧 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啊 就是歪歪一下啊 那看看呢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我先说 我先说我的想法吧 直接说结论吧 那就是呢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可能性极小啊 不太现实 那基本上的原因呢 也就是老生常谈的那些吧 就是说 基本上我个人认为台湾议题呢 这个话题呢 就是你如果仔细的去看台湾的 不管是政论节目 台湾的这个 这个民意代表 特别是比如说现在台湾的激进党 有一位立法委员 那他就宣称 这个就是就是一天 每天讲的话 就是怎么恶行中国 怎么讲啊 怎么反怎么讲 对吧 包括像台湾现在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那他们就明确的规定 所有的呢 就使用名词呢 不用这个COVID-19 COVID-19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用语 或者是中文的 叫新型冠状病毒 或者新冠肺炎 对吧 那这都是官方指导的用词 但是不 他们就要用这个中国肺炎 武汉肺炎 那之前呢 有媒体说 有问过这个台湾的顺时钟 陈时钟 那说呢 这个 大家都说 这个要用新冠肺炎 或者新型冠状病毒 或者COVID-19 那世界卫生组织也是这么要求的 可是呢 这个顺时钟 他们就说呢 那就是发生在中国 就是发生在武汉 那不叫武汉肺炎 难道叫中国病毒吗 就是很恶心人嘛 就这些事情啊 回过头来说 就是说台湾呢 他的政治生态就是这样 那现在的执政党是民进党 蔡英文政府呢 到苏文昌的这个行政院长 到之前的什么口罩分拨 什么这个包机武汉撤侨分拨 乱七八糟 对吧 弄的 就是你如果关心岛内政治呢 基本上能每天把你气得半死 对吧 因为他现在 现在的统一说法是 这个中国的情况并没有好转 那中国呢 大陆这边呢 就是中国大陆这边呢 就是说 情况依旧非常严重 那只是说呢 共产党瞒报数据 共产党不愿意 中国的数据可以信吗 那中国的说的这个 这个比如说之前有说一些解药吗 一些药 那中国说的药能用吗 中国说有这个疫苗 就是现在 已经开始试验了吗 对吧 一共是我记得是108位的志愿者 那已经分多少批 开始进行试验 中国的这个新冠的这个疫苗 然后台湾那边就说 反正就是见不到大陆的好 那如果大陆有什么进展呢 那都先把你抹黑 搞臭 对吧 气不气人 非常气人 气死人 对吧 那就觉得呢 很不靠谱 基本上呢 就是比如说 之前口罩分拨 那么这是人道主义的问题 对吧 你抹上正直 然后呢 说口罩不止出口呀 怎么怎么样 那现在呢 这个大陆疫情控制住了 他现在台湾呢 就把口罩开始送给其他国家 那基本上就是恶因中国 对吧 你那脸口罩 说实话 对中国 对美国 对哪个国家 也没多大用途 对吧 那这个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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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呢 这个恶心的成分呢 远远大于实际的成分 我的观点呢 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说 即便美国的航空母舰呢 它的这个受损 或者是美国的空军 这个军人被感染 受损严重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美国的军力呢 还是非常强大的 当然了 美国会不会出手帮台湾 那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其实我个人的判断 也不会帮台湾的 美国他就是虚张声势 这个局 大家知道就是 当这个局没有破的时候呢 那大家都是局中人 对吧 美国也是局中人 那大家在玩这盘游戏 那只要有的玩 美国就有利可图 我不讲其他的 每年台湾要向美国 买多少武器装备 那这些是不是白花花的银子 对不对 那都是钱 美国的各种各样 乱七八糟的智库 每年去台湾访问 那台湾的这些 从领导人到这个什么 可能一路人马 都得去会见 各见面 开研讨会 那该给钱的给钱 该打点的打点 是不是 那这个所谓的二鬼三鬼 各方面的 那台湾这张牌 是美国手中非常好的一张牌 那这个局 最不想把这个局逗破的呢 是美国 那只不过呢 特朗普政府呢 这个深一人呢 他就恶心 恶心在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他把这个局呢 现在奔得很紧 这跟弦奔得很紧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想中间 捞更多的好处 对吧 但是 我们是想问一个问题 他希望这盘局 奔到最后奔断了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美国需不希望 中美台 这三方的这个 这个局 断了 如果说 他不希望的 我个人的判断 是他不希望 这是我的判断 如果他不希望的话呢 那么 不管是台湾方面 或者是中国大陆方面的话 任何一方面 如果说做出 剧烈的动作的时候呢 美国他的 他的 他不会出他的兵的 这是 这是美国的一个特点 比如说我们看到 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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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叙利亚 在利比亚 在各个地方 那基本上都是 代理人战争 对吧 那在台湾呢 也不可能存在 代理人战争 那这个呢 我认为呢 台湾的话 现在的很多的网民啊 1450啊 他总是呢 这个梦想着呢 美国 或者想着美国呢 会去保护他 认为呢 这是自由世界 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看台湾的这个政论节目 也好多年了 他那一套说辞 这个人类 也都一直没变过 也都是就那样 讲到大陆的好的 那就猛黑 对吧 讲到呢 这个台湾呢 就是自由世界 灯塔世界 对吧 美国是灯塔国 他是被灯塔照耀的地方 那我觉得呢 这是呢 我认为现状的一个分析 就是中国真要动台湾的话 美国也不会 也不会说 真正的出兵帮台湾 最多提供一些武器 也就这样 那现在大陆的军力呢 基本上对台湾呢 可以认为呢 是可以碾压过去的啊 这是一个方面 就现实实力的一个对比 和现状的一个判断 那就这个优先级上来说 就是除了现状以外 就说我能打得过你 但我为什么要打你 这个问题也要回答一下 如果是因为我们看台湾的争论节目 看台湾的这帮恶心人的这些 这些有的这些立委的发言 那对大陆很多不友好的这种表态呢 那我觉得呢 这有容易陷入到一种情绪化的一种 一种一种思维里面去 事实上呢 对台工作呢 它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工作啊 包括现在推出的各种的会台的措施 对吧 那台湾现在在大陆呢 是非常的方便的 基本上你拿着台包证 对吧 你就可以什么支付宝 微信啊 办银行卡呀 什么买获得票呀 甚至你在这边工作 然后呢 办居住证买房 跟大陆人呢 其实基本上 区别没有那么大了 很多的便利优惠都已久 这不免让人想到了 这个大陆呢 它是一直呢 它是两手策略 一手软一手硬 对吧 那硬的更硬 软的更软 比如说蔡英文政府 你不承认九条共识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这个 这个对大陆呢 这个 像继承那个马英九政府 和前任政府 那双方达成的各种默契 那你自己呢 往这个 读的方向去走的话 那么 那我不会跟你去接触 对吧 所谓的叫做 以读不回 那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对吧 但是呢 对于台湾老百姓的部分呢 比如说在大陆求学经商 在大陆这个旅行 包括在武汉 那 这个台湾人呢 在武汉正常时间 也一定得到一定程度的照顾 那有两位生病的呢 感染了新型冠状肺炎的呢 也都已经医治好 那没有人死亡 后续呢 他们比如说 其中有一个 有个小朋友呢 那他因为身体不好 他需要提前回台湾 所以呢 他就走成都 用这个武汉台办 把开车到成都去 送到成都机场 然后呢 回到台湾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 后续的内包机的这种模式呢 那中国大陆呢 就是 那从武汉台湾 湖北嘛 他可能会经过 我估计会经过安徽 会不会经过江西 反正几个省份吧 那一路呢 护送到这个 上海的机场 然后呢 他们得从这些机场呢 返回台湾 就是对台湾的百姓呢 是要有所这个要能关掉的地方 关掉的道 那对台湾的这个政府的话呢 要去分别去看待啊 嗯 这些呢 都是在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 一个范畴之内的一个事情啊 他不像我们有的时候喝喝酒对吧 可能就是妈的搞对吧 搞掉对吧 因为看着火大嘛对吧 但是呢 其实呢 这个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很多的事情呢 我在之前的写的一段 那个这个帖子里面呢 我有说过这个问题啊 我说在那个蔡英文 817万票当选之后呢 我有提过 台湾问题呢 其实我个人的判断呢 他不是中国的目前这个情况下 除非哪 除非台湾他现在宣布独立 或者是又在做台独的 这个明确的动作 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呢 他是有几个明确的底线的 当然你可以说 他反正分裂国家法呢 其中有一条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 如果呢 你就是久托 不愿意跟大陆谈统一 我也可以揍你的对吧 我也可以主动去给你统一掉 对吧 但这个事情呢 他是有弹性的 就是说 你看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中国大陆面临的 现在面临的最大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从宏观上来说呢 就是总体一盘棋 全球一盘棋 就是中国面临着 这个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就是我们前面一期节目里面提到的 基辛格博士 他说到的 疫情结束之后呢 那么世界格局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而且呢 回不到过去那样子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在新的世界格局之下 中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利益 那这个里面的计算是非常之复杂 中美关系 中欧关系 中俄关系 中国和东内亚的关系 东北亚的关系 就是中日韩的关系 中国和南亚 印度 印度那一块的关系 都非常的重要 更不要说 还有就是一带一路的 这个 这个 像比如说中亚 这个一路过去 那这些地方呢 都是中国的战略的重心 甚至包括中国跟缅甸的关系 对吧 因为缅甸呢 它有一个 它有个港口 那么直接呢 从云南呢 就可以把石油天然气过来 那么呢 就规避了这个马六甲海峡 因为马六甲海峡 从新加坡那边走的话呢 那么经常性的 就会被讨论下来 就是说呢 美国在马六甲海峡的存在感 那么新加坡是它非常大的一个军事集体 那 它应该说是一定程度上 遏制了中国的能源的一个通道 对吧 那么中国呢 通过这个 巴基斯坦的Dragua港 以及这个缅甸的这个港口 那么就 就直接就把油从中东的运上来 那就不用在 一定程度上呢 就是不用再走马六甲海峡 这对中国呢 具有极强的这个战略意义啊 那北方呢 它又从这个俄罗斯直接建了石油天气管道 等等 那中国呢 在这样的一个大局之下的话呢 那台湾这边呢 它只要自己聪明 而自己不捣乱 它就可以维持现状 我认为至少在 接下来 它可以维持现状 那中国 中国如果能在新的格局之下 搞定中美关系 中 中欧关系的话 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我也知道没有那么简单 南贸易战呀 科技战还在打 那么台湾的话 我觉得就是囊重之物啊 如果说极端情况下 台湾随时要怎么样了 有什么动作的话 那中国大陆随时都可以出手 我如果我们 我大胆的畅想 这个20年30年之后的光景啊 现在台湾的GDP呢 大概是 如果把它当成一个省来算的话 那么它在大陆呢 可能排在 我印象中是第9名还是第10名啊 我这个数字呢 不确切 但是也差不多啊 它以前当然很多 对吧 最高的时候 台湾这么小的地方 这么少的人口 它的GDP占了全大陆的40%啊 非常高 那现在呢 只是好像是4还是5啊 就占比就很小了 那么 像广东啊 这个山东啊 江苏啊 那早都超过它了 包括浙江对吧 我记得它现在好像是和福建 湖南差不多吧 那我觉得呢 再发展 比如说大陆发展 10年20年的话 那如果中国的外部环境 对吧 能够控制的好 控制的稳的话 那么有可能啊 台湾在大陆的GDP排名 甚至排到20名以外去啊 或者是呢 可能更悲观一点 2030名 如果是那样的话呢 台湾我不知道它还 如何去如何 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一个局势啊 讲白的就是说 呃 你一天都要喷大陆的这个 什么制度啊 什么样子 那核心呢 这些制度不就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吗 对吧 那如果老百姓能够好好日子的话 那你说大陆人闭塞吗 一点都不闭塞 我今天在上海 我全球的新闻媒体 对吧 每天早晨什么CNN BBC各种各种媒体 对吧 什么南华早报 什么各种 现在手机也很方便 什么信息都能得到 对吧 那YouTube上面的各种自媒体 海外的中国的华人的 什么的都能够看得见 是不是 台湾的节目 我都看了好多年了 现在很多的绿运节目都不看了 因为内容太重复了 就那这点点东西 思维非常的固化 非常的僵化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那再过经过20年的 20年左右的发展 所有的外交呢 其实都是内政的延续 那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呢 是他在国外的海军的驻军的军事基地呢 实力非常的强 那战斗力很强 对吧 武器很尖进 但是美国内政出问题了 美国的国内政治出问题了 两党政治相互呢 你死我活 我媒体分为这个绿媒和蓝 绿媒和蓝媒 跟台湾英媒一样 我之前有说过 绿色的媒体 蓝色的媒体 那像Fox呢 就是川普这一挂的 就是美国的这个保守失败 势力的媒体 就是捏捏造 抹黑 假新闻 乱七八糟 反正 我觉得美国呢 是越来越不靠谱 他呢 在领导全世界呢 他的一方面呢 川普政府呢 他也不愿意领导 另一方面呢 即便他想领导呢 他想领导全世界的这个 这个道德上面来说呢 他的这个道德呢 已经我更觉得呢 也是不够了 他不能靠在 靠他的所有的这个政策 不能靠着这个假新闻 作为他的一个基石 那这个肯定会有问题的 所以我的 我就总结一下 时间的原因 多长时间了 这一集呢 已经讲了18分钟了 我一分钟总结一下 就是呢 台湾呢 就在大陆的旁边 他跑不了 那大陆呢 他的利益计算呢 是非常多元 那现在的当务之急呢 是要在 如此重大的疫情之后 全世界的格局 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之下呢 是务必要去 把这个利益呢 计算清楚 当然了 如果美国把台湾牌 打得太过分 那台湾敢冒进的话呢 那么大陆 势必也是要出手 那因为有反复列国家 法在那里 如果是仅仅是 台湾的这些媒体 这个 这个叫什么 一些这个激进的立委呢 忽然乱引预通呢 我觉得他带来的唯一的效果就是 让台湾的老百姓 或者相信他们的那些老百姓呢 变得越来越傻 越来越看不清这个世界的 这个世界的真实的情况 我觉得其实这一点呢 是蛮可悲的 虽然说什么言论自由 什么民主体制 好像信息很透明 媒体多元化的 媒体是监督权 但是现在台湾的那么多的媒体 他监督蔡英文政府什么了呢 他基本上都在监督 以前呢是在监督马英九 对吧 马维拉 监督台湾的 国民党的政府 现在呢 这个蔡英文执政之后呢 台湾的媒体 好像一直在监督大陆 我所以说 我一直有个观点认为呢 这个中国共产党 说是一党执政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 这个全世界的媒体 全世界的 好多的 好多政党 好多个 这个 这个海外的 各种自媒体也好 这个官方媒体也好 好像都是 中国的在野党 中国发生的 随便什么事情 那都是一通五门K 那基本上呢 都处在这样一个 这样一种环境之下 那反观台湾呢 台湾的媒体 现在有去质疑蔡英文的吗 有去质疑这个苏正昌的吗 他的政策呢 好像不管什么样的政策 包括现在的陈时中 台湾面临疫情的时候 难道陈时中做的真的是 这个 没有一点点问题吗 可是呢 包括现在没有快筛 所有机场过来的人呢 没有这个全筛 然后回家自主隔离 那武汉回去的呢 现在呢 确实在需要这个集中隔离 那这个是公正的吗 等等 但是呢 现在的台湾的生态已经变成了 没有人敢去质疑 民进党 没有人敢去质疑蔡英文 等等 他们 那所有的媒体呢 一天到晚红大路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 挺奇葩的一个现象 这样的情况走下去的话 台湾则会越来越沉沦的 这一点是我觉得是 我非常的坚信这一点 那台湾越来越沉沦 台湾老百姓呢 就相信他们的这些的老百姓呢 格局观 世界观 会越来越窄化 这是 当然了 他们肯定不这么认为了 那如果有台湾的朋友看到 我这么说呢 肯定也会很不高兴 但是呢 我就发自 这是我真实的认知 我个人呢 非常坚信这一点 所以时间的推移 随着大陆GDP的发展 那有更好的这个 各种科技 各种东西的发展呢 那台湾呢 会越来的越自我局限 真的就是 说的难听一点 台湾的朋友也不要不高兴 恐怕真的 未来真的会变成经济制发 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呢 大陆 台湾对于大陆来说 就是囊中之物 弄不动台湾都那样 只是眼下的那些 恶心人的事情的话呢 一下脑子 隔着跳墙 没什么好在乎的 这个呢 是我的看法 给大家呢 做个分享 OK 那今天节目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 分享 订阅 不要忘记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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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